今天我们来关心 美国准总统川普都还没有正式上任 现在是已经看到他指定了马斯克 作为未来在白宫里面 政府效率部的首席顾问 马斯克他的第一刀 现在大家在看 是不是会直接砍向美国的空军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又来看到马斯克最近在X上面 转发了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主要就是这种 无人机群编队的影片 并且他在里面还特别做留言 他说此刻一些傻瓜 正在坚持要制作F-35 这种有人战斗机 他认为说无人机的这种机动性 更强才对呀 而有人驾驶的这种F-35 根本就没有机会对抗无人机 他还把炮火对准了 载人的这种战斗机 他认为这根本就已经过时了 无人机他认为才是未来空战的未来 他形容传统战斗机的时代 正式的结束了 北军一直在发展F-35搭配 他的无人机的中程辽机 但是我们看到未来会入主白宫的 马斯克还是觉得F-35应该被无人机取代 这种看起来有些相反的意见 到底有没有道理 那有了真的无人机之后 F-35这种载人战机 在战术上还具有他的优势吗 汉庭怎么看 马斯克他的抨击F-35当然不是心血来潮 和他自己本身的职务职位有关 因为他现在是所谓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 所以他必须要去精简官僚的机构 要尽量的去节约 甚至在上周他才专门的在华尔街日报上写文章 抨击就是整个联邦政府预算的浪费 甚至是美国国防部 然后五角大厦的严重的浪费 说五角大厦连续七次都没有通过审计 不知道每年八千亿的预算到底是怎么用的 那么讲到这个无人驾驶的部分 这是他对未来科技 或他对未来战术上的一种预判 不过实际上因为无人机当然有他的一些优势 降低风险 成本效益 他的灵活性 但是我们纯粹就战术上 因为美国自己目前也有在结合F-35 然后跟无人机的协同联合作战 叫做中程辽机的计划 所以实际上可能就军事层次来看 双方应该都还是要相互的搭配 毕竟也有一些可能是F-35才能做到 但是无人机做不到当前为止是如此 那至于说未来的遥远的战争怎么样 并不一定 不过当前美国自家抨击F-35 这个声音也不在少数 在今年11月21号 彭博社发表一篇文章 就说F-35的最昂贵的武器 但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都出了问题 抨击F-35有七大罪状 反正说它这个不好 那个也不好 这个烂得一塌糊涂 那为啥美国人自己都瞧不起F-35了呢 我认为主要 第一个当然它自己本身的重病缠身 什么落架 折断 缺氧 莫名其妙坠机 然后莫名其妙就翻机等等的 第二个也要看 就是当前美国跟它最大的对手 尤其F-35对标的 就是中国大陆所说的是什么呢 是歼35 也就是说可能F-35跟歼35比起来 已经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了 从动力的层面来看 或者从隐身信息跟信息化的能力来看 都不如歼35来得更加的有先进性 那么如果想要去研发所谓的第六代的战机 目前看来美国的研发 以及制造的能力也都大不如前 或许就是在这些综合性的因素之下 美方才会不断认为说 F-35其实已经是落寞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整体做一个评估 跟中国大陆相比在战力上面 确实他们认为已经比较落后之外 现在因为刚刚谈 马斯克他未来会担任这个角色 所以他在对于经费的控制上面 就会更加的重视了 那F-35未来会怎么样做使用呢 美军现在计划生产的数量超过3000架 那预估他可以一直用到2088年 这是他的服役寿命 不过这个真的是太花钱了 包括你在生产跟你维护上面就要花两兆美元 这也成为一个诟病 所以马斯克他现在上任之后要做改革 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商业上面的考量 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一直在做这种自动化的控制 所以未来他推无人机是不是有利于他商业上面的考量 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看 再来就是说马斯克这一次真的是算是大刀阔斧 他敢批评五角大厦又批评国防部 这种感觉有没有一点像是他介入在空军里面 外航领导内航的感觉 他怎么敢这么做 委员怎么看 马斯克他身为一个创新科技领域的 他自认为是领航者的角色 他的想法本来就一直都很天马行空 但是你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最后会不会落实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也一步一步地在落实 当时他要成立SpaceX的时候人家就在笑 可是因为大家如果熟悉Elon Musk 他当时之所以会变成有很多粉丝愿意追随他最主要原因 甚至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移民到火星去 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移民到火星去 那么原本大家认为说这怎么可能 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SpaceX在短短的这段期间 他在航天科技的发展 几乎就跟NASA可以有相媲美了 甚至NASA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要请SpaceX来帮忙解决 那你回过头来看 就是美国的空军的建军跟备战的计划 或者你说全世界各国的空军建军备战计划 其实都面临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讨论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欧洲的国家 他们发展电动车没有中国大陆发展的快 我曾经说过 美国跟西方国家和中国大陆相比 最大的一个症结点就在于 他们太过于执着于汽车引擎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汽车引擎就是汽车的灵魂 就是汽车的一切 就是汽车工艺的极致表现 可是电动车根本不需要汽车引擎 电动车只需要发动机就好了 它的关键在电池 所以当他没有办法跳出这样的一个制约的时候 他要发展电动车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些国家发展电动车 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卡卡的 因为他们始终摆脱不掉传统的这种思维 而今天全世界各国在做空军的建军备战的计划的时候 也异附如此 大家都习惯于空军的战斗机的发动机到底有多好 我有最好的发动机 我就可以建出最好的战斗机 它的整个的建军备战的思考模式就是如此 可是对马斯克来讲 因为他不是局内人 所以他没有受到这个制约 他当然可以比较公允的来看 是不是未来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战斗 这个战争武器的这些 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跳跃式的改变 那无人机的确是如此 就不管是现在是有人操控的无人机 或者是这个无人操控的无人机 或者将来可能即将发生了 由AI来操控的无人机 那么当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空战的这个主流 不要说你说无人机了 无人船现在在做 无人潜舰现在在研究 包含战斗机器人 我估计以现在的机器人研发的速度 大概在五到十年内就会上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几乎一切都以无人的方式来进行战斗 或者是人在比较远距离的来进行操控 来避免人员伤亡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我是觉得马斯克的想法 未必没有参考的价值 那不过当然对于五角大厦来说 我相信他们很难接受 因为我说过他们也是传统的军人 他们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他们认为这个战斗机的研发就应该这样 一代一代的研发 然后这个隐形战机速度要越快越好 那么这个缠动的能力要越加 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 在做战机设计的时候 这些军工产业 他们执着于在这些点上 那么但是另外一个当然 这个五角大厦对于川普的 另外一个感冒的地方大家都很知道 他任命了一个福斯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来当国防部长 所以我相信有了这个福斯的节目主持人 国防部长再加上一个马斯克 那么这个五角大厦对川普新的政权来说 一定是非常的感冒 好所以现在看到战争的变革 马斯克想要做一些些的改革 接下来可能会花非常大的力气 尤其呢 现在因为刚刚提到了嘛 战争上面 武器上面不断的更新 中国大陆的部分也持续在更新 包括它的最新的巡异飞弹 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就是这款 东风100陆基的超音速飞弹 好现在来看到它的一些数据 这是中国腾讯网公布的 东风100射程3000到4000公里 速度相当快 4马赫 那它有很强的这种图防的能力 命中精度跟它的反应也非常的快 那腾讯网也做了一个分析说 跟美军的战斧巡异飞弹相比 东风100的射程又更远 而且速度甚至是战斧的达到5倍 精度也更好 而且误差范围缩小到公尺了 他们认为这是火箭军 目前的一个杀手锏的一个装备了 那这么厉害的这款飞弹 能够突破第一岛链吗 东风100是否让现在 不管是在这个第一岛链内 国军日本自卫队 甚至是美军第七舰队 华盛顿号都感到威胁了 纪文哥怎么看 就这个东风100 这样的一个数据端出来 它确实比战斧飞弹要强很多 包括它的射程是战斧的一倍 就是从这个1500 然后到3000公尺以上 等于是多出一倍 那另外它的速度是五倍 我觉得速度尤其重要 尤其是我们看俄乌战争 乌军经常宣称 俄罗斯发射巡异飞弹 可能发射10枚 被它击入到8到9枚 可见的这种次因素的 这种巡异飞弹 面对拥有完善防空体系的 一个对手来讲 其实它的突防能力是很弱 那另外第三点就是 这个东风100 它本身采取一个高空巡航的方式 而这个方式其实很特别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反导系统叫做 爱国者3还有萨德 爱国者3其实在 大概在15公里到25公里 高度之间进行接战 然后萨德最强的拦截是 超过45公里以上 然后这个东风100 它的巡航高度在30万公里 也就是30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 也因此是介于萨德和爱国山之间 也因此就是让美国的反导系统 有一个控制 能让它从这个地方 直击你的对手 因此对于美军来讲 这个武器未来会形成一个大麻烦 不只是射程远速度快 而且针对你的防御的弱点进行攻击 因此对于说像第一岛链内 美军的重要包括海军基地 包括空军基地 飞弹阵地等等 都有很好的杀伤效果 试想欧乌战争的时候 乌军发射海王星飞弹 成功的击毁 这个黑海舰队停在港口里面 好几艘舰艇 因此这样的飞弹 它的射程其实可以涵盖 包括日本本土的横须鹤 绝对是在打击范围内 即使你跑到关岛 阿普拉港可以停航空舰 照样也位于你的打击范围 因此这样的一股武器 确实对于美军来讲 威胁很大 我必须说 目前解放军它的攻击的 杀伤工具很多 东风100是其中之一 另外熟知的 还有像东风21D 东风26这种航母杀手 另外还有东风17 这种极因素的精准打击飞弹 更别说它空中的 像轰6K可以挂载 像这个长舰20 这种空射的巡弋飞弹 因此它本身单单就 飞弹类的攻击武器就很多 至于说东风100 会被用于攻击国军的目标 认为台海众生太小 它还不需要用到东风100 其他的飞弹 就可以执行这种 针对国军飞弹阵地 进行打击的任务了 好 谢谢总编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缘政治 内政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团球发展先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